全面二胎政策,已经快要三个年头了,但有更多的家庭,为了二孩认真准备,却支持不见动静。 怎么做,才能提高命中率,在年龄越来越大之前,怀上二胎。 一,年纪大了,还能不能生? 能,理论上,只要还再来月经,就意味着生殖系统,仍具备排华其孕育生命的能力。 可现实是,年纪大了,怀宝宝确实更困难。 数据显示,35岁以上的女性,自然受孕能力下降,一个自然年内累积的受孕几率大约75%,40岁以上女性怀孕能力更是急剧下降。 正常性生活情况下,每日怀孕的几率只有5%左右,在有正常攻卵的情况下,试管婴儿技术可以提高受孕几率。 但这样的成功率,也仅有10%左右。 所以35岁以上的女性,经过了半年以上的积极尝试后,人类能还上的话,应该咨询妇产科医生。 总之,年纪大了,还是能生,但会比较难还上。 二,生过孩子,也不要忽略这些,生了一胎,二胎是很难还上,是比较常见的。 如果以前生过孩子,之后有规律性生活,且超过一年还不能怀孕,就属于激发性不孕。 由于第一个孩子顺利出生,很多女性往往就会忽略一些情况。 比如意外怀孕后人工流产,有慢性妇科疾病,拖着眉指看医生,这些都容易损伤女性生殖系统,导致再次怀孕困难。 因此,即使顺利生了第一个孩子,也不能忽略生育相关的检查。 三,生二胎之前,要做好哪些事? 一,保养身体,生完大胞后,不管打不打算生二胎,都要保养好自己的身体,所以坚持锻炼,控制体重,均衡营养这些都是必须的。 二,预防疾病,注意损伤生殖系统的各种疾病,特别是因到感染。 因为因到是女性生殖系统的门户,一旦她出了问题,很容易影响说难关等怀孕的重要器官。 三,注意避孕,生孩子是件大事,不要打不准备智障,在没有做好迎接二宝的各项准备之前,做好避孕工作,避免一万怀孕而需要人工流产。 四,做好检查,建议大家做好以下检查,如果是高龄生二胎更要注意。 比如心电图,肝腎功能,血尿常规,血糖血压,嫁状腺功能,Touch等。 女性是做复合B超,白带常规等检查。 根据具体的检查结果,医生会给出进一步检查的建议。 五,科学备孕,生二胎和生一胎一样,也需要科学的备孕。 例如服用叶酸,食量运动,摔好排晚期等。 四,怎么提高命中率,放松很重要,欲速则不达。 这道理,我们都明白,造人也不例外,紧张可能会让内分泌紊乱,书来管如动异常,让丸子预不到那个精子。 时间很重要,以花园为目的的方式,最好选择在排卵前二天,因为精子寿命三到五天等了起,乱细胞仅有二十四小时,伤不起。 精力也重要,这里的精力,是指精子的活力,可不是饮料的高,设备远论英雄。 造人的精子质量,要求与去做精液检查时的相似,最好能保证在排卵前每周同房一次。 否则时间太长老弱病残之多,不利于集团化作战,基础体温很有用。 但当你某天早上发现体温升高的时候,说明卵已排,如果有可能还是及时行了吧,最好别等到晚上再工作,否则命中率又该降低了。 除了基础体温,排卵试肢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监测方式,安全期,也可能受孕,有时候生病啊, 情绪啊,月经周期长短会变化,排卵日在每个月也有差距。 所以,用安全期避孕,终是不安全。 但对于享受孕的人,不要只把大药都留在排卵期,所谓的安全期,也有可能受孕或。 有时没事多练练,最新研究表明,即使不在意孕期,规律的性生活也能增加女性受孕几率。 如果房市多,体力受不了,才有必要都把优势兵力集中到排卵前后。 如果体力好,没必要平时紧紧捂着,到位排卵期才同房,把美好的房市当成任务,也不利于受孕。 总之信念也很重要,相信坚持锻炼,积极备战,希望大家能好运连连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